嗨,欢迎收看《嘴有感觉》,我是杨阳 印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过渡 在这里男尊女卑的思想深入人心 家暴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也是世界前列水平 但在印度一个城市,这里女人却可以反过来暴打男人们 这是什么操作呢? 说的就是每年春天的获利节 这是印度仅次于登节的第二大节日 在邦布拉吉地区,这里的妇女以暴打男人的方式来过节 这一有备于印度社会男尊女卑传统的奇特习俗 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外地民众蜂拥前往 获利节当天,妇女们会每人手拿一根粗长木棒 早早地赶在当地一个叫巴萨纳的小村庄 守在村口及小巷等待男人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呢,男人则要汇集在一个叫南德纲的村庄 穿着准备抵御挨打的厚衣服 带上盾牌,在歌仔舞向巴萨纳进发 两方相遇后,一场恶女打男的好戏便立即上演 妇女帮打男人的力度很有讲究 既不是假打,也不能让挨打的人身受重伤 但一些轻微的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许多时候呢,几名妇女会集合同一个目标身上 男人们则会被打得落荒而逃 晚上,遍体鳞伤的男人们回到家中 妻子此时会端上最好吃的甜食进行抚慰 真是,打几巴掌再给甜枣吃啊 生活在布拉吉的民众对此非常自豪 棒打获利的知名度也变得越来越大 按照当地民众的说法 获利节期间的一顿痛殴 不但不会让男人心怀不满 反而更有利于家庭和睦 男人们同样对挨打乐此不疲 每年上至60岁的老人 下到10岁的孩童 都会凑热闹去体验一番 傍如雨下的感觉 所有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不见不散哦